围城十五 作者 钱钟书 朗读者 陈颂无声 明天一早 方红健醒来 头里还有一条锯齿陷的痛 舌头像进门擦鞋底的棕毯 躺倒下半天才得爽朗可以起床 写了一封信给唐小姐 只说病了 不肯提昨天的事 追想起来 对苏小姐真过意不惧 她上午下午都来过电话问病 吃了晚饭 因为震天没活动 想踏跃散步 苏小姐又来电话 问她好了没有 有没有兴致去夜谭 那天是就历四月十五 木春早下的月亮 原是情人的月亮 不比秋冬是世人的月色 何况 月亮团圆 红健恨不能去看唐小姐 苏小姐的母亲和嫂子上电影院去了 佣人们都出去逛了 只剩她跟看门的在家 她见了红健 说本来自己也打算看电影去的 叫红健坐一会儿 她上去加件衣服 两人同到园里去看月 她一下来 红健先闻着刚才没闻到的香味 发现她不但换了衣服 而且脸上唇上都加了修饰 苏小姐领她到六角小亭子里 两人靠栏杆坐了 她忽然醒悟 这情势太危险 今天不该自投罗网 后悔无极 她又信了苏小姐一遍 苏小姐又问了她一遍昨晚的睡眠 今天的胃口 当头皎洁的月亮也经不起三遍四遍的赞美 只好都望月不作声 红健偷看苏小姐的脸 光洁的像月光颇上去就会滑下来 眼睛里也闪活着月亮 碎唇上月滑喜不淡的红色 变为滋润的深暗 苏小姐知道她在看自己 回脸对她微笑 红健要抵抗着魅力的决心 像出水的鱼 头尾在地上拍动 可是挣扎不起 她站起来道 吴文婉 我要走了 苏小姐道 时间早呢 忙什么 还坐一会儿 指着自己身旁 红健刚才坐的地方 我要坐得远一点 你太美了 这月亮会做弄我干啥事 苏小姐的笑声轻腻得使红健心里抽痛 你就这样怕做傻子吗 坐下来 我不要你这样正经为作 又不是礼拜堂听说教 我你的聪明人 要什么代价 你才肯做傻子 转脸向她顽皮地问 红健低头不敢看苏小姐 可是耳朵里 鼻子里 都是抵制不了的她 脑子里也浮着她这时候含笑的印象 像漩涡里的叶子在打转 我没有做傻子的勇气 苏小姐胜利地微笑 低声说 吻我 说着 一臂害羞 奇怪自己竟有做傻子的勇气 可是 她只敢躲在外国话里 命红健吻自己 红健没法推避 回连吻她 这吻的分量很轻 范围很小 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似的把嘴唇抹一抹 查碗边 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似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 只多向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趾 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 吻完了 她头枕在红健肩膀上 向小孩子填睡中 微微叹口气 红健不敢动 好一会儿 苏小姐梦醒式地坐直了 笑说 月亮这怪东西 真叫我们都变了傻子了 并且引诱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 我不能再待了 红健这时候只怕苏小姐会提起订婚结婚 跟自己讨论将来的计划 她不知道 女人在恋爱生理快乐的时候 全想不到那些事的 要有了一句 才会要求男人赶快订婚结婚 爱情好有保障 我偏不放你走 好 让你走 明天见 苏小姐看红健脸上的表情 以为她情感冲动的厉害 要失掉自主力 所以不敢留她了 红健一溜烟跑出门 还以为刚才唇上的吻 轻松的喊 不当作自己爱她的证据 好像接吻也等于体格检验 要一定金粮才算合格式的 苏小姐目送她走了 还坐在亭子里 心里只是快活 没有一个城轮廓的念头 想着两句话 天上越圆 人间越半 不知是旧剧 还是自己这时候的灵感 今天是四月半 到八月半 不知怎样 孕妇的肚子贴在天上 又记起曹元朗的诗 不禁一阵厌恶 听见女佣人回来了 便站起来 本能的掏手帕 在嘴上妈了妈 仿佛接吻会留下痕迹的 觉得剩余的今夜 只像海水浴的跳板 自己站在板的极端 会一跳冲进明天的快乐里 又兴奋 又站立 红剑回家 锁上房门 撕了五六张稿子 才写成下面的一信 温婉女士 我没有脸再来见你 所以写这封信 从过去知道今夜的事 全是我不好 我没有借口 我无法解释 我不敢求你谅诱 我只希望 你快忘记我这个软弱 没有坦白的勇气的人 你为我真心敬爱你 我欲不忍糟蹋你的友谊 这几个月来 你对我的恩义 我不配受 可是 我将来永远作为宝贵的回忆 祝你快乐 惨悔的一晚没睡好 明天到银行叫专差送去 提心吊胆 只怕还有下文 十一点钟左右 一个练习生来请他听电话 说姓苏的打来的 他腿都软了 拿起听筒 遇到苏小姐骂自己的话 全行的人都听见 苏小姐声音很柔软 红剑吗 我刚收到你的信 还没有拆呢 信里讲些什么 是好话我就看 不是好话我就不看 留着当了你面拆开来修你 红剑吓得 头颅几乎下缩 其间 眉毛上升入发 知道苏小姐误会这是求婚的信 还要撒娇加些波折 忙说 请你快看这信 我求你 这样着急 好 我就看 你等着 不要挂电话 我看了 不懂你的意思 回头你来解释吧 不 苏小姐不 我不敢见你 不能再遮视了 低声道 我另有 怎么说呢 糟透了 也许同事们全在偷听 我另外又 有个人 说完了 如是重负 什么 我没听清楚 红剑摇头叹气 急着说抽去了几股的法文道 苏小姐 咱们讲法文 我 我爱一个人 爱一个女人 另外 懂 原谅 我求你一千个原谅 你 你这混蛋 苏小姐用中文骂他 声音似乎微颤 红剑好像自己耳夹上 给他这骂沉重的打一下耳光 自慰的挂上听筒 苏小姐的声音 在意识里搅动不住 五十一个人到临近小溪菜馆里去吃饭 怕跟人谈话 忽然转念 苏小姐也许会失恋自杀 慌得什么都吃不尽 忙赶回银行 写信求他原谅 请他珍重 把自己作件的一文不值 哀肯他不要留恋 发信以后 心上稍微宽些 觉得饿了 又出去吃饭 四点多钟 同事都要散 他想今天没兴致去看唐小姐了 书发出给他一封电报 他惊慌失措 显以为苏小姐的死性 有谁会打电报来呢 拆开一看 平成发出的 好像是湖南一个县名 减少了恐慌 增加了诧异 芒头本电报 明码翻出来时 净聘为教旅 月薪三百四十元 着送路费 判电坝 国立三旅大学校长 高松年 教旅 及教授的错误 电坝准是电付 从未听说过三旅大学 想是个战后新开的大学 高松年 也不知道是谁 更不知道 他拼自己当什么系的教授 不过 有国立大学不远千里来聘请 终是增添身价的事 因为战事起了只一年 国立大学教授 还是薪水阶级里 可起现的地位 问问王主任 平成却在湖南 王主任要电报看了 赞他实至名归 说点金银行是小地方 蛟龙非持中之物 还说什么三年国立大学教授 就等于检任官的资格 洪剑听得开心 想着真是转运的消息 向唐小姐求婚一定也顺利 今天太值得纪念了 绝了旧葛藤添了新机会 他晚上告诉周经理夫妇 周经理也高兴 只说平成的地方太屁远了 洪剑说还没决定答应 周太太说 她知道 她先要请苏文婉小姐的许可 她又说 老是男女要好的像洪剑 跟苏小姐那样 早结婚了 新是男女 没结婚就心呀肉呀的亲密 只怕甜头吃完了 结婚后反而不好 洪剑笑她 只知道个苏小姐 她道 难道还有旁人吗 洪剑得意头上 口快说 三天告诉她确实消息 她为他死掉的女儿吃醋道 瞧不出你这样一个人 倒是你强我夺的一块好肥肉 洪剑不懈计较这些粗笔的话 回房间写如下的一封信 小福 前天所发信相依欲目 我病全好了 你若补写信来慰问 好比病后一天补药 还是欢迎的 我今天收到国立三里大学电报 聘我当教授 孝子好像太偏僻些 可是 还不是为一个机会 我请你帮我决定去不去 你下半年计划怎样 你要到昆明去复学 我也可以在昆明某个事 假如你进上海的学校 上海就变成我唯一一恋的地方 总而言之 我磨住你 缠着你 冤魂作祟式的附上你 不让你清静 我欠想跟我 哎呀 你错写了我 可是这笔物很有道理 你想想为什么 讲句简单的话 这话在我心里 已经复习了几千遍 我深恨 发明不来一个新鲜飘忽的说法 只有我可以说 只有你可以听 我说过 你听过 这说法就飞了 过去 现在和未来 没有第二个男人 好对第二个女人这样说 抱歉得很 对学士无双了你 我只能用几千年 惊人滥用的话 来表示我的情感 你允许我说那句话吗 我真不敢冒昧 你不知道 我怎样怕你生气 明天一早 洪健吩咐周经理汽车夫送去 下午出银行 就上唐家 汽车到门口 看见苏小姐的汽车也在 既窘且怕 苏小姐汽车夫想着脱帽说 方先生来得巧 小姐来了不多一会儿 洪健胡扯道 我路过不进去了 便转个弯回家 想这是撒一个玻璃制的谎 又脆薄又明亮 汽车夫定在暗笑 苏小姐会不会大讲坏话 破人好事 但她未必知道自己爱唐小姐 而且这半年来的事 讲出来只丢她的脸 这样自辟自慰 她又不担忧了 她明天白等了一天 唐小姐没信来 后天去看唐小姐 女佣人说她不在家 到第五天还没信 她两次拜访都扑克空 洪健急的 免时都废 把自己的信背了十几遍 字字推敲 自觉并无开罪之处 也许她还要读书 自己年龄比她大八九岁 谈恋爱就得结婚 等不了她大学毕业 她可能为这事迟疑不决 只要她答应爱自己 随她要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 自己一定守结 好 再写封信去 说明天礼拜日 求允许面谈一次 万事都由她命令 荡夜刮大风 明天小雨接大雨 一脉相言 到下午没停过 洪健冒雨到唐家 小姐居然在家 她微觉 女佣人的态度 有些异常 没去理会 一见唐小姐 便知道她今天非常钦斥 毫无平时的笑容 出来时 手里拿个大纸包 她勇气全露泄了 说 我来过两次 你都不在家 李白的信 收到没有 收到了 方先生 洪健听她恢复最初的称呼 气都不敢透 方先生听说 李白二也来过 为什么不进来 我那天倒在家 唐小姐 也还她原来的称呼 怎么知道我李白二来过 表姐的车夫看见方先生 奇怪你过门不入 他告诉了表姐 表姐又告诉我 你那天应该进来 我们再谈起你 我这种人 值得什么讨论 我们不但讨论 并且研究你 觉得你行为很神秘 我有什么神秘 还不够神秘吗 当然 我们不知事事的女孩子 莫测高深 方先生的口才 我早知道 对自己所作所为 一定有很满意 众听的解释 大不了 方先生只要说 我没有借口 我无法解释 人家准会原谅 对不对 怎么 红剑直跳起来 你看见我给你表姐的信 表姐给我看的 她并且把从船上到那天晚上的事 全告诉了我 唐小姐脸上添了愤恨 红剑不敢正眼瞧她 她怎样讲 红剑聂如说 她相信 苏文丸一定加油加将 说自己引诱她 吻她 准备据实反驳 你自己做的事 还不知道吗 唐小姐 让我解释 你由法解释 先对我表姐去讲 方红剑平日爱唐小姐聪明 这时候只希望她捉口顿塞 不要这样咄咄逼人 表姐还告诉我几件关于方先生的事 不知道正确不正确 方先生现在住的周家 听说并不是普通的亲戚 是归岳家 方先生以前结过婚 红剑要插嘴 唐小姐不愧是律师的女儿 知道法庭上盘问见证的秘诀 不让她分辨 我不需要解释 是不是岳家 是就好了 你在外国这几年有没有恋爱 我不知道 可是你在回国的船上 就看中一位鲍小姐 要好的寸步不离 对不对 红剑低头说不出话 鲍小姐走了 你立刻追究表姐 知道我不用再说了 并且据说方先生在欧洲念书 得到过美国学位 红剑顿足发恨道 我跟你吹过我有学位没有 这是闹着玩的 方先生人聪明 一切逢场作戏 可是我们这种笨蛋 把你开的玩笑都得认真 唐小姐听方红剑嗓子梗了 心软下来 可是她这时候愈心疼 愈心恨 愈要责罚她个痛快 方先生的过去太丰富了 我爱的人 我要能够占领她整个生命 她在碰见我以前 没有过去 留着空白等待我 红剑还低头不响 我也希望方先生前途无量 红剑身心仿佛通电式的发麻 只知道唐小姐在说自己 没心思来领会她话语的意义 好比头脑里蒙上一层油纸 她的话语点似的渗不尽 可是油纸震颤着鱼打的重量 她听到最后一句话 绝望的明白 抬起头来两眼是泪 像大孩子挨了打骂 咽泪入心的脸 唐小姐鼻子忽然酸了 你说的对 我是个骗子 我不敢再变 以后绝不来讨厌了 站起来就走 唐小姐恨不能说 你为什么不辩护呢 我会相信你 可是只说 那么才会 她送着红剑 希望她还有话说 外面雨下的正大 她送到门口 真想留她等雨时烧沙 再走 红剑披上雨衣 看看唐小姐 色缩不敢拉手 唐小姐见她眼睛里的光亮 给那一针泪滤干了 低眼不忍再看 机械的伸手道 再会 有时候 不再坐一会儿吗 可以撵走人 有时候 再会 可以挽留人 唐小姐挽不住 方红剑 所以加一句 希望你远行 一路平安 她回卧室去 食材的盛气 全消灭了 疲乏懊恼 女佣人来告诉道 方先生怪得很 站在马路那一面 雨里淋着 她忙到窗口一望 果然 红剑被马路在鞋对面人家的篱笆外站着 风里的雨线像水编子正侧横斜的抽她莫无反应的身体 她看得心融化成枯水 想一分钟后她再不走 一定不顾笑话 叫佣人请她回来 这一分钟好长 她等不及了 正要吩咐女佣人 红剑忽然回过脸来 狗斗毛式的抖擞身子 想把周围的雨抖出去 开不走了 唐小姐抱歉过姓表姐 气氛时说话太决绝 又担忧红剑失魂落魄 别给汽车电车撞死了 看过几次表 过一个钟头 打电话到周家 红剑还没回去 她惊慌的愈想愈怕 吃过晚饭 雨早止了 她不愿意家里人听见 溜出门 到临近糖果店 接打电话 心乱性急 第一次打错了 第二次打过了 只听对面铃响 好久没人来接 周经理一家三口 都出门应酬去了 红剑在小咖啡馆里 待坐到这时候才回家 一进门 用人便说 苏小姐来过电话 她火气直冒 倒从麻木里苏醒过来 她正换干衣服 电话铃响 置之不理 佣人跑上来接 一听便说 方少爷 苏小姐电话 红剑袜子没穿好 吃了左脚 跳出房门 拿起话筒 不管佣人听见不听见 利一声 只可惜 她淋雨受了凉 一开始色逼伤风 嗓子没有劲说 咱们已经断了 断了 听见没有 一次两次来电话干嘛 好不要脸 你捣得好鬼 我瞧你一辈子嫁不了人 忽然发现 对方早挂断了 显得要再打电话 给苏小姐逼她听完自己的臭骂 那女佣人在炉梯转角听得有趣 赶到厨房里去报告 唐小姐听到好不要脸 忙挂上听筒 人都发晕 好容易治住眼泪 回家 这一晚 方红剑想着白天的事 一阵阵的发烧 几乎不相信是真的 给唐小姐一条条说破了 觉得自己 可比可见的不成为人 明天 她刚起床 唐家包车夫 送来一个纸包 说小姐吩咐要回见 她看着纸包 昨天见过的 上面没写字 才准时自己写给她的信 她明知唐小姐不会 然而还希望她会写几句话 借决绝的一刹那 让娇请多言一口气 忙拆开纸包 只有自己的旧信 她垂头丧气 原纸包了唐小姐的来信 交给车夫走了 唐小姐收到那纸包的匣子 好奇拆开 就是自己送给红剑吃的 加薪珠谷礼堂 精致匣子 她知道 匣子里是自己的信 不愿意打开 似乎匣子不打开 自己跟她还没有完全破裂 一打开 便证据确凿地跟她断了 这样吃作了不知多久 也许只是几秒钟 开了匣盖 看见自己给她的戚风信 信封都破了 用玻璃纸衬补的 想得出她急于看信 撕破了信封 又手指笨拙地补好 唐小姐心里一阵难受 更发现 盒子底衬一张纸 上面是家里的住址 跟电话号数 记起 这是跟她第一次吃饭时 自己写在她书后空页上的 她剪下来 当宝贝式的书藏着 她对了发证 忽然想 昨天她电话里的话 也许并非对自己说的 一月前第一次打电话 周见的人误会为苏小姐 昨天两次电话 那面的人一听 就知道是找洪健的 毫不问姓名 彼此决立到这个田地 这猜想还值得证实吗 把方洪健忘了就算了 可是心里忘不了她 好比牙齿前去了 齿枪空着作痛 更好比花盆里种的小树 要连根拔她 这花盆就得蹦碎 唐小姐脾气高傲 宁可忍痛至于生病 病中几天 苏小姐天天来望她陪她 还告诉她 已跟曹元朗订婚 兴头上偷偷地把曹元朗求婚的事告诉她 据说 曹元朗在十五岁时 早下决心不结婚 一见了苏小姐 十五年来的人生观 向大地震时的日本房屋 因此 她自己说 她最初恨我 怕我 想躲着我 可是 苏小姐笑着扭声 不说完那句话 求婚是这样的 曹元朗见了面 一股怪可怜的样子 忽然把一个丝绒盒子 塞在苏小姐手里 神色仓皇地跑了 苏小姐打开 盒子里盘一条金挂链 头上一块大翡翠 链下压一张信纸 唐小姐问她 信上说些什么 苏小姐说 她说 她最初恨我 怕我 可是现在 唉 你的孩子最顽皮 我不告诉你 唐小姐病愈 子子子夫 邀她到北平过下 杨历八月底 她回上海 苏小姐 恳请她 做结婚时的冰相 南冰相 就是曹元朗那位留学朋友 她见了唐小姐 大显殷勤 她厌烦不慎礼她 她撇着英国枪 向曹元朗说道 真的 那个女孩子 是乌往我草 和别碰我花的结合 是红玫瑰变成了蔚蓝花 曹元朗赞她 羽妙天下 她自以为 这句话会传到唐小姐耳朵里 可是唐小姐 在吃喜酒后第四天 跟她父亲到香港 转重庆去了 就优优独幻灯下了 打得了 跟家伙去 比较 优优独幻灯下了 公子 幻灯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